因为执着让我们痛苦 而这样的心理惯性 也让我们不断地重复错误的行为 佛陀在菩提树下沉道后说一切大地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为妄想执着不能得正 我们的心总是随着外在的境界转变 或者喜欢什么或者厌恶什么 变化不定不能平静 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烦恼习气 是没有平常心的表现 佛教其实说他很高超 那也很高超 说他很普及也很普及一切 因为佛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有说过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不能正的 所以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那可见普及一切 所以佛教不只高超 而且还能够普及一切 那当然佛 我们一般人来讲 有的会有疑惑 佛其实不是莫测高深的神 他也是我们人所修成的 透过来到人间 然后看到人间的种种苦难 看到人间 人们的种种疑惑跟迷茫 我们看到外在的境界不断变化 我们的心却仍然在对过去的记忆中 用过去产生的想法来看待当下 这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之一 过去看到某个人不好 或者有什么缺点 我们就会一直这样认为 当发现他做得不错的时候 缺点就不见了 心里就会诧异他怎么进步了 其实在别人不断提升 而我们却缺少了敏锐的感觉 看待他的眼光一直都不变 十方新闻 王天龙 陈一上 高雄采访报道